170 台幣 170 台幣 170 台幣 OK,我們現在把一訊 一訊的170 帶出來戶外飛看看 補充一下戶外的飛行影片 之前在室內飛 這台如果裝400mAh 電子可以飛8分鐘 OK,那我們就戶外飛看看 來 這種無定高無鏡頭都拋飛就好了 拋飛 我們一樣慢慢飛 慢慢飛 現在有風,今天大概二三級風 我們先慢慢飛就好了 還蠻穩定的 因為這一台又加保護框 還蠻穩定的,飛低一點 170 這台的規格跟 JJ1000 F180 規格還蠻像的 那大小的話比較小一點 那它如果小一點的話 等於是說 室內戶外都可以飛 有點大小通吃這樣子 那之前在室內飛 就是它的靈敏度 靈敏度還不錯,那旋轉 可以高速旋轉這樣子 就是 一樣先穩定,飛看看 先看一下聽它的聲音 聽它的聲音 這種無定高無鏡頭的 其實就是操作它的一個 飛行的樂趣 沒有什麼功能 就是純粹這樣玩好玩的 好 這剛才講過了齁 今天人比較多 我們不要亂玩齁 飛一下它的靈敏度 呵呵 撞到我了 撞到還能飛齁 撞到還能飛 我們就在這個小空間亂飛就好 練習技術 沒什麼練習技術 就練習技術而已 好 Sir 再跑 快跑 快跑 繼續啊 繼續 繼續 拋飛 喔 冷有點多沒關係啦 既然帶出來了 我們就把它飛完齁 飛給大家看這樣子 好 好 練習技術齁 就練習技術,小空間 小空間飛這一台練習技術 好! OK齁,大概這樣子 因為這邊人太多了,沒有空間飛 所以我就是小場地 小場地這樣亂飛而已 沒關係,我們原地 飛一飛,把它飛完 都差不多啦 這種練習技術都差不多 然後 基本上就是尺寸大小 靈敏度、速度 這三個因素不太一樣 那就看自己喜歡哪一種類型的 跳一種這種無定高無鏡頭的來飛 會蠻有趣的 齁,在家也可以玩,在外面也可以玩 齁 那今天又有風,又有二三機風 又沒有空間飛,齁,真的很難飛 剛才都不小心撞到樹 撞到樹 啊,寧願撞到樹也不要撞到小朋友 寧願不要撞到小朋友 那我就飛技術了齁 從我頭上越過去 齁,我們練習 把飛機控制在這個小框框裡面 齁 把飛機控制在小框框裡面 出框了齁 飛出框了齁 我們就練技術齁,練技術 好,又差一點撞到樹 又差一點撞到樹 喔,電池應該飛有五分鐘了 應該飛有五分鐘了 OK啦,我們把它收下來 不飛了齁,不飛了齁 OK 齁 這一台就是那個一旬 一旬的170 齁,那它 靈敏度、速度都還不錯 齁,你如果要練技術 在家也可以玩 帶出來也可以玩 那當然 剛才大概有二級風到三級風齁 呃,它的抗風性 因為它輕齁,所以其實它不管它速度多快 它輕 風一吹,還是沒有辦法抗風 所以還是選擇沒有風的天氣 來玩這一台會比較好玩 那剛才 因為 這裡很多人齁 很多人齁,不敢亂飛啦 啊,沒關係 反正大家拿這一台也是亂飛 那我剛才在這一個小空間飛 齁,就練習技術 比較有趣這樣子 齁,OK 如果這次回到地面 就好像有大約一天 很容易 要聽吧 報告 等的話 已經發現 一年 廣告 一年 你 哪